既然身体里流着中国人的血 那就必须去红色国度走一趟 如果说尼克斯像一场梦 那林书豪的职业生涯 似乎从火箭才正式开始 随着林书豪在对阵活塞后的赛季报销 林疯狂时代好像正式画上一个句号 尼克斯一开始立志要将其留下 却在火箭给出一份毒药合同后匹配不上 也可能源于球队老大哥的施压 2012年7月17日 林书豪离开麦迪驯华园 加盟火箭 来到火箭后的林书豪像是变了一个人 常常首发可以得到32分钟出场时间 场均却只有10分和6.3个助攻 投篮命中率仅有33.3% 三分命中率只有22.9% 随着哈登的入队 火箭对于林书豪的态度 更像是看中中国市场 而不是他能力的体现 麦克海尔对林书豪并不信任 队内输球就是林书豪背锅 更别提霍华德的加入 更衣室内 由哈登和霍华德各自引领一个小团体 却没有任何一帮人可以容得下他 林书豪从一个控球后卫 渐渐转化成一个定点投手 实际上 整个火箭生涯中 哈登缺战的两场比赛 林书豪连续两场拿下30架 只要给他足够球权 他还是那个林疯狂 但麦克海尔却并不这么像 他更青睐于不占球权的贝弗利 机后赛 林书豪只有4分 两篮板 两出攻入仗 随着机后赛的迷失 主教练更是大肆使用贝弗利 林书豪成为一名假手放 在火箭的第二个赛季 林书豪仅仅首发33场 贝弗利俨然成为球队第一空位 赛季结束后 火箭为了腾出新资空间 将林书豪交易到胡人 来到胡人的他就像火箭的翻版 你加盟的可是一支有科比的球队 林书豪的球权依然不多 科比和主教练经常叫不同的战术 身为空位 根本不知道应该听谁的 林书豪回忆起这段经历 对科比是又爱又恨 队内只有科比看得起他 但与他并不相容 随着主教练拜伦斯科特对其的不在乎 林书豪逐渐失去自己的位置 赛季中段调出首发 有刚刚进入联盟的一年级生 克拉克森取代 人们见到林书豪 都想用林疯狂的表现来要求他 这种期待和现实间的落差 让球迷们开始抱怨 乃至质疑 他逐渐丢失数据 和被球迷的认可度 随着科比受伤 胡人的阵容每天都在改变 乃至最后都没有一套成熟体系 赛季结束 林书豪觉得篮球 没法给他带来快乐 不想打球了 他在休赛期度假 吃垃圾食品 21天涨了19斤 也离开了胡人这片 聚光灯下的是非之地 林书豪在火箭和胡人 都没有机会发挥 百伦斯科特称他为 游气有落 但毫无疑问 是NBA级别的球员 虽然得到如此评价 但林书豪并没有获得 斯科特的欢心 主教练的不信任 队友的排挤 让他一度想要放弃篮球之路 赛季结束后 林书豪成为自由球员 在多番考虑下 选择两年400万加盟黄蜂 拿到2012年以来 自己的最低薪酬 但也是这样的薪酬 可以让他少遭到一些 来自外界的非议 明面上看 黄蜂与林书豪并不合适 内视的他号称林旋风 擅长反击和混战 而黄蜂阵中 有埃尔杰弗森这样的内线重跑 比赛节奏很难推进 还有沃克这个首发空位 林书豪好像又面临 与上两个赛季相同的处境 不同的是 教练克里夫德许诺他 会给他应有的空间和位置 林书豪也放平心态 他不再想出人头地 只想安安分分 做好球队的第六人 林书豪再次被安插在分位位置 得到教练信任的他 显得明显不同 大多数时间面对的 都是比自己高 比自己壮的球员 分位位置上重心云集 本以为林书豪会被虐得很惨 没想到都打得有来有往 只有两个人让他明显吃亏 一个是奥拉迪波 另一个是米德尔顿 这个赛季可谓是可圈可点 在沃克唯一一场缺战的情况下 林书豪成为首发 率队击败詹姆斯 此前 乔老爷子的球队 可是没赢过詹姆斯率领的队伍 此战之后的第二场 沃克火速复出 与林书豪的球场配合显著减少 也是自此开始 林书豪的出场时间 被骤降到16分钟 话锋截然不同 即使得到主教练的信任 球队老板乔丹 却或多或少的 有点看不起林书豪 季后赛对阵热火 前两场大比分0比2落后 第三第四场 林书豪站出来拯救球队 与水火之间 对阵韦德和德拉基奇 丝毫不落下风 乔丹却把第一场功劳 归功于下半场爆发的卡明斯基 第二场 归功于第四节才起至的沃克 哪个球迷都能看出来 是林书豪扭转颓势 虽然最后黄蜂 没能击败热火 但林书豪这几场比赛 让球迷们看得寒暢淋漓 林书豪代表黄蜂出战 屡获外界褒奖 球队老板乔丹 却并不看重他 在黄蜂的整个赛季 他打出身价 也有望在休赛期 争取一份大合同 2016年6月7日 黄蜂并不想给林书豪 一份合适的合同 他跳出黄蜂 成为一名自由球员 也得到蓝网的上市 同年7月1日 林书豪再度回到纽约 不是梦开始的麦迪逊花园 而是同城死敌 也是一合之隔的布鲁克林 蓝网宣布 以三年3600万的薪金 签约林书豪 这是他在NBA加盟的 第六支球队 蓝网裁掉原来的 主力空尾杰克 就是说明给林书豪 完全的话语权与发挥空间 蓝网主教练 也是四年前尼克斯的助理教练 天时地利人和 林书豪好像终于寻找到了 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土 可以肆意驰骋 上帝再次同他开了一场玩笑 第一赛季 林书豪一直受腿筋伤势所困 付出后又遭遇背部拉伤 而后又扭伤了右脚踝 整个赛季只打了36场比赛 通过长时间康复 和休赛期的努力训练 他以健康状态进入第二赛季 开赛前 蓝网主教练还表示 对新赛季充满期待 因为他们即将迎来一个健康的林书豪 天不遂人愿 新赛季的揭幕站上 拦网对阵步行者 比赛还剩四分钟结束时 林书豪在一次突破中 被特纳封盖 重重摔倒在地 他双手捂着膝盖 眼眶含着泪水 低声喃喃道 I'm done 他趴在地上痛哭 三分钟后 才在队友的搀扶下战气 随后被确诊为 有息兵骨肌剑断裂 第一场比赛还没打完 直接赛季报销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 遭遇的最严重的伤病 此时距离林疯狂 才刚刚过去五年 在这并不长的职业生涯中 伤病永远是林书豪 无法避免的伴侣 就像一个梦魇一样 随时缠着他 从火箭的右心扭上开始 他已经因伤缺占了66场比赛 尤其是在篮网的两个赛季 更是如同魔咒一般 一共只打了37场比赛 他在黄蜂从底心打起 为的就是争取一份大合同 却如此黯然收场 赛季结束 篮网与老鹰达成交易 林书豪被交易到老鹰 联手新秀特雷扬 正式开始自己 第七支NBA球队历程 林书豪在篮网 早与职业生涯最严重的伤病 赛季结束后 被交易到老鹰 以8-19赛季的老鹰 属于重建中的年轻球队 当年的林疯狂 也已经30岁了 而作为老将 可以给年轻球员传授经验 但第一场比赛 他的上场时间被切得很碎 每节只能在主力 轮休时间上场4分钟 算上第四节的垃圾时间 林书豪才一共登场14分钟 很多东西 是主观上没办法改变的 林书豪的黄主人基础 注定他在运动爆发力上 有个瓶颈 可篮球绝不仅仅靠这个 斯蒂芬库里就是最好的参考 即便他们两位风格上并不太像 可林书豪的篮球智商很高 大局观极强 基本功娴熟 心理素质也属一流 这一年本是林书豪的合同年 却因为特雷扬的无限开火 他并没有得到重用 表现平平 只有政府只能拿出来撑倒一番 赛季中期 更是再次由于伤病影响 缺席比赛 整个赛季 他打了51场比赛 场均10点7分 算是中规中矩 但林书豪拒绝在老鹰混吃等死 准备另谋下架 一个具有高光表现 且发挥稳定的替补空位 永远会受到球队青睐 休赛期还没有结束 很多球队就对林书豪充满意象 但2月交易截止日结束之前 林书豪都没被球队送走 只能以买断方式离开球队 彼时 猛龙队内替补空位 范弗尼特因伤缺阵 后卫线无人可用 正在自由市场积极补充缺口 林书豪选择来到多伦多 他本有数十场比赛的机会 可以证明自己 可惜 却迟迟没有找到状态 前十七次三分出手 无一命中 甚至还赶不上 在老鹰时的表现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范弗尼特也浮出了 可能是觉得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猛龙教练逐渐对林书豪失去耐心 不管是对于黄种人的不信任 还是NBA太过惭愧也罢 此后不管范弗尼特的表现有多么糟糕 林书豪都没得到像样的机会 从季后赛到总决赛 一直在板凳上看着队友表演 可悲也可叹 林书豪成为唯一一个 在NBA总决赛上出过场的黄种人 也成为孙岳 巴蒂尔之后 第三位获得总冠军戒指的华裔球员 此一之后 林书豪签约北京首钢俱乐部 暂时告别自己的NBA生涯 进入CBA